基隆捷运到底会不会新建的问题 吵得沸沸扬扬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质询时批评 早在2017年他还在当议长时 就说当时规划用80亿元的基隆轻轨 就是在骗选票 这几年又增加到400亿元的基隆捷运 到了前阵子又看到台北市长柯P 和林又昌市长两人的口水战 更是物理看花 不是真实的 让我们感觉是在骗选票 到目前为止 我们基隆市一点动静都没有 甚至要把八肚 延伸到基隆的站给废掉 再加上前阵子王国财 又对外宣布 说以后再说 等等的问题 我们基隆市市民 真的非常非常的关心 这个台铁要是废掉的话 以后所谓的纵贯线 我们北到南的路线就断绝掉 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通 的一个铁道 听到这样大家基隆人蛮惶恐 我想对着媒体 我们的市长 在施政总报告之前 对着科匹 可以说用了一些口水战 你们两个在打些什么 老实说 我们坐在台下的 我们都物理看花 基隆轻轨到基隆捷运 经费增加到四百亿元 以及林又昌和科匹 在吵什么呢 市长林又昌答寻时 则是以买小玉西瓜 苹果以及香蕉来解释 如果我们本来的轻轨的捷运 我们等于是买一颗小玉西瓜 后来因为系统的提升 提升回去中印量 我们从买小玉西瓜 变成是一颗大西瓜 那旁边的台北大哥 他说他要买两颗苹果 把两颗苹果放到我们的篮子里面 另外二哥 他想要买香蕉 把一串香蕉放在我们的篮子里面 然后说叫我们去买蛋 然后再来说 我们买的这些水果 怎么买这么贵 我刚刚的意思是说 你本来我们是 基隆捷运是小玉西瓜的预算 也就是你刚刚在讲 一百多亿 我们后来运量提升之后 变成中印量的系统 等于就是一颗大西瓜 两颗外国进口的苹果是最贵的 等于就是台北市要的两个地下化的一个车站 一百块 也就是要增加一百亿 民生系统件又放了一个香蕉进来 所以我们等于买了一颗大西瓜 又两颗进口的苹果 外加一串香蕉 然后现在在吵说 你怎么不用原本的买小玉西瓜的钱来买 这个有道理吗 然后把他们要的东西 通通放在我们篮子里面 然后叫我们去买单 然后还骂我们说我们买的贵 至于宋伟丽咨询 如果见基隆捷运 那么巴堵到基隆的台铁 会不会被废掉呢 林又昌表示 这段虽然只有两三公里长 但是每天都是通勤族在搭火车 捷运的建设需要六到七年的时间 因此未来要怎么做 必须大家一起来克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